zup! 不好意思 打腦了 好暗哦 是一進門進來的地方 有一個小畫欸 好東方的感覺喔 有客廳欸 哇好大喔 哇好大喔 哇 好大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Obelly 今天我們耗費巨資 來拍攝今天的影片 是目前看到的這些住宿裡面最貴的一間 但是一直以來就很想要來這間住 然後我就想說到年底應該可以 犒賞自己一下然後來住這吧 所以呢我就訂了 那其實我一開始訂的是 他們的標準的客房 那麼其實標準客房也是蠻大的 但是我剛剛在問他說 欸你們的會員禮遇裡面之前有那個延遲退房 但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我問他說 那如果我想要延遲到一兩點的話可以嗎 他就說原本的標準客房呢 房間是比較滿的 所以他問我說那我要不要加一點點錢 然後就升等到他們的文化客房 我就說喔好啊 因為他是含稅大概兩千 但是相對起來他的那個房價 其實是還蠻划算的 因為他就是多了一整個客廳 所以就我們今天後面深厚的這個客廳 他比起我們前幾間分享的 他更多了一種東方那種低調的感覺 進來跟外面這邊會有一個區隔的地方 他外面那邊是比較木質調地板 然後到裡面呢客廳以後 都是一個比較米色系跟藍色系的地毯 壁紙啊也是有找英國設計師來設計的 那我們進來這邊呢有感覺到他的燈光是那種黃色燈光 然後很柔美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上面的燈呢也是很多人說 哇他的燈真的是每一間的設計都是非常的古典 然後非常的溫暖的感覺 把燈做成一個室內設計的氛圍 他每一個小角落都會有不同的燈光設計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的細緻的 客廳呢他其實也是蠻寬敞的 他除了有這個三人座或是四人座的沙發以外 他的旁邊也會有一個小小的沙發 就如果朋友來這邊吃飯的話 也是一個很好聊天的地方 那他跟我們的臥房那邊就會有隔開 那重點呢就是我們今天的浴室了 我們帶大家直接去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門 然後他這邊還有做沙的設計 就是非常的朦朧的感覺 然後打開他是兩邊的這種推門的設計 是不是非常有那種歐式復古的感覺 我很喜歡他這個大理石 還有他旁邊這個白色的磁磚的設計 然後這個旁邊就是我們今天浴室的梳妝台 我喜歡那個燈他就有那種明星後台的燈的感覺 化妝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Deeptic他們的盥洗用品 就是這個是乳液而且很大耶 這是無花果的這味道超好聞的 然後這個也是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這個就可以帶回去 然後這個裡面是 牙線 然後 棉花棒 然後 化妝棉 有三個 那就把它放在這個小盒子裡面 好然後底下呢 沐浴的海綿 指甲的刀 欸這我覺得很好耶 因為我有時候這個 手旁邊就會起皮 就可以用這個來處理一下 然後梳子 牙刷兩個 然後刮鬍刀 浴帽 針線盒也有 這邊就是非常齊全 我們來看一下文華東方這邊 這麼貴的房價的 這封機是什麼 蠻普通的 我以為他會附Dyson什麼之類的 但沒有 但這也蠻好用的 這個吹起來很快速 所以頭髮長的人就可以用用看 這裡就有提重機 在底下 所以大家可以量一下 在這邊呢 是一個圓弧形的浴缸欸 而且我聽很多人說 他們是有附預言的 讓我來看看 這是有預言欸 尤加利的預言 和薰衣潮的預言 裡面是有兩種 上面的這種花灑跟 蓮蓬頭 居然還有一個鏡子欸 這邊是他們的背皮 一樣是這個的香味 我們的對面還有一個門 可以打開 這個門非常的厲害 這應該是每個女生都會很喜歡的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更衣間 它就是有兩面就可以一起掛著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我們的行李 然後他們這邊有浴袍 所以我明天就會在這裡化妝 然後這裡有一些他們的洗衣袋 然後接下來進來這邊就是我們的客廳了 外面這邊有窗戶是可以拉開的 但現在是晚上就沒有把它拉開 好我們到了它的辦公區域 旁邊就是有電話啊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寄室的東西 一些他們的紙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一箱 後面這一箱呢 就是它有寫technology kit 就是他們的各種線材 我們來看有音訊的線材 HDMI線 還有這個是網路線 但是我自己在飯店最常使用的就是HDMI線 因為它就可以接我們的電腦 很方便 因為之前很多的飯店它其實裡面並不會附這個線材 它就要跟飯店戒這樣 這個復古的櫃子 我覺得這個蠻有東方感覺的櫃子 哇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杯子耶 有香檳杯還有紅酒杯 還有威士忌的杯子 然後呢上面還有很多種咖啡杯耶 有三種咖啡杯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比MiniBow這麼齊全 然後它這個水也太可愛了吧 它有四罐這個很可愛的這個瓶裝水 然後還有一個雀巢的咖啡 提供的這些餅乾還有飲料都是要另外收費的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沒有想要被收費的話 就喝這個咖啡 還有這邊有附一個三種茶 然後每一種茶都有兩包 阿里山烏龍阿里山金軒跟阿里山紅茶 用這個裝蠻美的耶 底下這邊 喔拉開感覺好怪喔 喔這邊有收費的東西附蠻多的 這是海鹽的洋芋片 還有伊莎貝爾的餅乾 還有堅果 提供很多種酒 而且這個轉出來的好可愛喔 它是這樣轉的 大家剛剛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因為呢 我剛剛沒有拍到廁所 它就在我們一進門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門 好重 然後裡面完全是不同世界 你們看 喔馬桶自己打開了 它是名字馬桶 喔它看起來非常的高級耶 然後我們這個裡面呢 就跟剛剛外面一樣的設計 只是它就有一個很隱秘的空間 可以讓你好好的上廁所 這邊是一個蛋型的設計 好漂亮喔 然後底下是洗手台 非常的有氛圍的感覺 好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要去樓下三樓的雅閣用晚餐 剛剛呢我們在check in的時候 他說我們有一個會員的禮遇 就是會有50元的美金 可以折抵餐費 所以等一下的用晚餐啊 或者是我們有買其他東西 它是可以直接入房帳 就不用在現場結帳這樣子 然後我們買的這個抓案呢 它也是明天會有兩份早餐 所以明天就帶大家一起去享用早餐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吃晚餐了 那我們就等一下見囉 掰掰 多沒有時間 然後再一個小招待